影帝好亲民!周润发杨明山路跑听到阿姨尖叫。她大雾中马上冲回去网友赞翻,不愧是发歌。 香港巨星影帝周润发,日前出现在台湾宣传最新电影,在行程之外也看得出来。她真的很喜欢台湾,日前搭乘捷运的时候,天王现身引起现场一阵骚动。 不少影迷、粉丝都冲上去急着想要拍照,造成另类的X速列车,让现场犹如一场见面会。 不过天王魅力可不只有这样,喜欢慢跑的她,继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被捕捉到野生路跑后,今天,8日,早上7点多,也跑到杨明山二子平步道,不管雨是直接开跑。 据ETTD报道,周润发这次宣传电影,来到台湾后相当亲民,无论是被记者访问,还是在路上被粉丝看到,要求签名,合照,他都来者不惧,虽然已经贵为国际巨星,但仍然对路人相当友善。 引起不少网友讨论,今天早上虽然有点小雨,但是影帝依然跋涉到杨明山上,坚持慢跑运动,结果巧遇一名阿姨,两人互动超展开。 一向亲民的周润发,跑步的当时周遭飘住薄勃的雾气,事件不是相当清楚,他不断请旁边的工作人员,提醒记者注意安全,结果不久后就听到一名阿姨在大雾中尖叫。 原来对方就是天王的粉丝,看到野生巨星开心的不得了,不过更让人惊喜的是,周润发一听到尖叫声,马上回头跑过去,跟阿姨开始自拍,真的是太暖心了吧。 随后有两组民众发现他后,也接住过来希望可以合照,周润发也来者不惧,十足的巨星风范啊。 事实上,周润发亲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,让我们看看他在香港受访时,超可爱的应答吧。 哎呦小编也想去路过天王身边了。参考来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